中文字幕志愿者 用日语科学生们散发热情 舞动青春 接着以流畅的日语简报 成功的关键承诺与旅行 信守承诺的态度 是迈向成功重要的一环 我们的主题是约束 然后所以我们的表演内容 会跟约束有关 像是我们的戏剧啊 我们的跳舞啊那些的 会连接 像我表演项目就是 关于舞蹈的部分 传统舞还有现代舞的部分 我们日文是 是约束 然后翻中文的话就是 手信用 对 然后手信用就可能 很多歌词里面会 表达出那个手信用 就是会讲到手信用的 那个字 以及他们想表达这个意思 我必须要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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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 我父亲 请注意 再见 再见 你还要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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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发重头戏 白鹤的报恩戏剧 以日本民间故事 呈现出不同时期 在承诺约定时的精彩诠释 包括全程日语发音 编创剧本 道具 学生们展现三年所学成果 我是戏剧里面的女主角 我是白鹤 对 然后白鹤就是 在故事中 我是扮演着 被老爷爷救下 然后之后来去报恩的 的一个故事 对 老师这三年都教了很多 我们从一开始的萌新 现在都变成日语 有些人日语都很流利 对 像我们戏剧那些 台词嘛 有些很多 因为老师他们的指导下 所以那我们就 很快就可以飞起来 这三年来刚开始 是对日文很不熟悉 但是这三年来之后 就是到了 已经过了三年了 然后就是可以让日文 讲得比较流利 学到很多日文 相关的知识以及文化 那我们本届也获得了 日本交流协会 藤田先生 他是负责交流协会 教育的官员 全程来跟我们参与 非常的肯定 我们到江商职 应用日文科各项的表现 而也肯定 我们所有的同学 在日文的流利上面 还有表达上面 都是有非常好的成果 印象坑克的 就是像我本来是说 那开场我们可能今年 是不是要改一下 他们说老师我们真的想跳 然后我说好 那你们跳 然后他们展现出来 真的非常的不同 非常的团结 那这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的部分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最后 有一个就是 抛彩带的部分 对 他们也很努力的 一直去想去抛出那个感觉 然后再来最大的亮点 就是他们的老师 也愿意陪他们一起跳舞 有一个节目 他们其实都非常的努力 每天都是利用课余的时间 一直不断的练习 那真的还蛮出乎我意料的 表现的真的不错 对 蛮肯定的 困难点的话 当然就是因为 他是老先生跟老太太 对那小朋友这个年纪 要去揣摩 老先生跟老太太 的确是比较难一点的 然后加上他们可能 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之类的 所以他们在互动上 比较没有办法 那么自然的演出 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对这一块是比较难的 但他们也很尽力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白鹤的部分 对那我们就尽可能去揣摩出 那白鹤他就是 越来越消瘦的感觉 英日科有中日籍 日文教师晚膳规划课程 不仅教学活泼多元 111学年度 更首创深优专才主 邀请业界首屈一指的 深优老师指导 欢迎喜欢日本文化 想学习日语的学子们 加入道江商职 应日科的大家庭 因为我们就是这几年 我觉得深优这个 应该是说动漫吧 因为来念日文 小朋友对动漫都非常有兴趣 然后再来就是这几年 动漫成为一个产业链 那里面有非常多 除了画画以外 可能也有深优的部分 需要我们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我就引进了深优的课程 那我是请了那个 角娟老师 他们的团队来帮我们上课 就是业界非常有名的老师 对然后让同学就是多一节深优的课程 那我们今年去参加 今年参加那个配音比赛 就有同学得到那个个人奖 对 毕业生在成果发表表现出色 透过多元演出展现三年来 对日本戏剧文化 语言等各方面的认识及掌握 同时环绕主题承诺 这也是师长们期许 毕业生能学习到的态度与价值观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